贪商剁肉的时候没停过 一早传统市场陆续涌入 才买人潮 没有多少了 一个礼拜量 就是一个礼拜买完之后 就不出门了吗 对 不出门了 没有特别要囤货 但听到双北市升三级 还是先买起来备用 减少出门次数 这也让贪商这两天生意超旺 今天的话是一大早 我们东西都还没回来 结果他们就已经来 等着要排队 如果跟平常比起来 大概多了对四五层左右 至少有好一半以上 但看看半户外的传统市场 出入口多 还是难落实量体温酒精消毒 和实联制 跟室内的传统市场相比 依旧排队的人潮 相对难管控 双北市的疫情警戒 升到第三级之后 隔一天我们来直击市场 因为这里现在 通通都要实联制 但是实际这样 放在实联制这边逼一下 却发现系统是没有反应的 可能是还没有准备好 让许多民众来这边想要实联制 也觉得很错愕 系统没反应 民众也难落实实联制 而且出入口没人管制 不用刷也进得来 直级双北三级警戒上路第二天 就状况平平 还好摊商生意暂时不受影响 也和传统市场都卖 生鲜食材有关系 需要才会买啊 不然你买回去干了吧 这个都买回去要煮啊 不像那个大卖餐 马上可以吃的啦 不一样 就是大家几乎都卖光了这样子 放个一个月两个月 应该没有问题吧 生鲜难保存 民众几乎有需要才来买 况且三级警戒市场 还是照常营运 但实联制难以严格落实 不免让防疫的效果大折扣 环宇新闻张家宝黄韵竹 台北报导